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姐夫不公平 今年啊 要按照赫里的多少来安排作为顺序 红权说呀 你二姐四姐家不是穷吗 红龙的母亲王氏说穷 谁让他们嫁给那两个穷鬼了 要不按赫里多少排作为顺序 以后他们就谁也不多拿赫里了 红龙的媳妇盲腹喝着说就是吗 多拿赫里就是应当做上上手 红权见三个人都这样说了 也就只好答应了 五月初五啊 二峰的丈夫吴玉芙对二峰说二峰啊 每年你父亲过生日 咱们也没拿多少赫里 今年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 咱把猪卖了 给你父亲做赫里吧 而峰说不行 猪卖了 咱就什么都没有了 吴玉芙说 没关系 咱有勤劳的双手 是不会饿死的 我不能再让你的家人 再用那样的眼光看你了 于是啊 就把这个猪赶到集市上给卖了 第二天 二峰两口子起了个大早 带着卖猪的钱 抱着孩子匆匆地赶到了红家 两个人的衣服都被露水给打湿了 红龙的媳妇见了说 呦 这是哪来的要饭的呀 我们家可没有什么可以打发你们的 红龙也说 二姐 你们怎么这个打扮就来了呀 这不是给咱爸咱妈丢脸吗 红全说 你们说什么了 二峰啊 别理他们 快进屋 进屋之后 红龙拿出了两个木凳子 让他们坐 吴玉芙坐下了 二峰说 我就不坐了 我到厨房看看 有什么活 我也去帮着干点 二峰来到了厨房 王氏看了他一眼 说你呀 也就是这个受累的命了 二峰在厨房里 忙完了活 回到了客厅 见姐妹们都到齐了 大家围坐在 父亲脸侧的椅子上 有说有笑 四峰两口子 和吴玉芙 却坐在最下手的木凳子上 吴玉芙 坐在最外面 二峰问王氏妈 这是怎么回事 王氏说呀 今年按贺里的多少排座位 你们每年出的贺里 最少 当然是要坐到最边上了 二峰听了 抱起了孩子 走到了吴玉芙身边 拉起他说 咱们穷人家 看不起咱 咱那也不在这里丢人 咱们走 吴玉芙从怀里 拿出卖猪的钱 放在了桌子上 对洪泉夫妇说 这是我们的贺里 请二老收好 说完随着二峰走了 四峰两口子 也跟着走了出去 洪泉想起身阻拦 王氏瞪了他一眼 说让他们走 我们吃我们的 四峰出屋后啊 哭着对二峰说 二姐 今后就得咱们姐姐 两个相互照顾了 二峰说 妹妹别哭 以后啊 要有点稚气 把日子过好了 让他们看看 和四峰分手之后 二峰对吴玉芙说 他爹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吴玉芙说不是 我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让他们看看 二峰家住在一条大山沟里 整条沟只有他们一家 回家后 两口子每天天不亮 就下地干活 晚上掌灯干到了深夜 一空闲了 就开坑开坑荒地 冬天 他们就进山打猎 同时省吃俭用 六年下来 他们有了不少的积蓄 一天呀 吴玉芙对二峰说 你已经五六年 没回娘家了 后天是你爹爹的 六十六大寿 咱们必须去 明天咱们到集市上去 买几套像样的衣服 全家人都换上 不能再让他们 看不起我们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 二峰一家三口 从家里出来 刚走出了山沟 看见路旁一棵大树下 有一个火堆 火堆旁坐着两个人 看样子 他们是在这里过的夜 仔细一看 那不是爹爹和妈妈吗 他们急忙赶过去说 爹妈 你们来了 怎么不到家里啊 王氏说 二峰啊 我们没脸见你们呢 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二峰说妈 你别哭 快说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氏哭着 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他们 原来啊 红龙两口子 是好吃懒做 不爱干活 红泉两口子 岁数大了 身体又不好 干不动了 俗话说呀 坐吃山空 这两年了 红龙又赌起钱来了 很快家里的财产 都输光了 他是又卖房子卖地 最后啊 连个安身的地方 都没有了 前几天 媳妇也跑了 红泉这两口子 无处安身 就投奔了大凤家 没想到 大凤两口子打了起来 他们去了三凤家 三凤两口子 给他们拿了点钱 说家里的地方太小 住不下 把他们撵了出来 他们又去了五凤家 五凤两口子 事先得到消息 躲了出去 他们在那里 等了半天 五凤两口子 找了个无赖 把他们赶了出来 他们又去了四凤家 四凤两口子 去了外地 实在没办法 他们只好硬着头皮 来到了二凤家 他们是又累又饿 走得很慢 刚到沟口啊 天就黑了 一方面 他们是又累又饿 实在是走不动了 另一方面 觉得大凤他们 不收留自己 过去了自己 那样的对待二凤 而且 他们的日子 本来就不宽裕 还能收留自己吗 再加上天黑了 就住在了这里 吴玉峰和这个二凤说啊 爹妈你们受了这么多苦 为什么不早点来呀 红拳低着头说 过去我们那样的对待你们 哪里有脸来见你们呀 吴玉峰说 爹 你们是二凤的亲爹亲妈呀 哪里有什么脸 没脸之说了 快咱们回家 让二凤给你们做饭吃 以后你们二老 就住在这吧 我和二凤 给你们二老啊 养老送中 红拳从怀里 掏出了两包披霜 说真没想到 你们能收留我们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和你妈 宁来的路上 过了一个药铺 买了两包披霜 如果你们 不收留我们 我们就一人一包 喝了算了 二凤哭着说 爹妈 我们怎么能不要你们了 走咱们回家 二凤和吴玉峰 搀扶着爹爹和妈妈回家了 故事讲完了 如果您和我也一样 喜欢听故事的话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你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